大家好 早前有个美国医生打了辉瑞的新冠疫苗之后 血小板突然变得很低 变了0 接着并发有脑出血死亡 当然大家就很紧张了 究竟这个疫苗是否真的安全呢? 今天就和大家看一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今天是2021年1月14日 在美国应该已经有超过900万剂的mRNA疫苗已经打了 到现在为止 其实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那些严重过敏反应 到现在已经有29单了 今次的情况就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首先就看看这件事如何发生的 当事人就是一个56岁的佛罗里达州副产科医生 之前是没有什么其他病的 我们现在知道的资料 全部都是由他太太去描述的 他就说这位医生打了辉瑞的疫苗 三天之后就发觉 皮肤上高有些细细的红点出现了 我们这些叫Paticia 大家可能都见过了 因为很多时候 比如小孩子吐得厉害 咳得厉害 咳得厉害 眼周围都会有这些红点 通常过了一阵就散了 因为有时咳咳 咬得厉害时 就谷得那些微小管有些爆了 就会有这些点点 这个医生就立刻去急症那里看了 一咸血就发觉 他的血小板是零 就是完全没有 血小板就帮我们的血凝固的 然后医生就用各样的方法 就尝试令到他的血小板升高 都失败了 最终他们就决定打算做手术了 做手术其实就是将他的皮状 将Splint切除了 但是为什么要将皮状切除呢 因为血小板的坟墓就是皮状 有点等于好像焚化炉那样 就是皮状就是血小板的焚化炉 割了皮状就希望那些老了的血小板 都不会那么快走到焚化炉那里消灭自己 希望等它留在血里面久一点 就升高血小板 但是在等候手术的时候 这位医生很不幸 就是因为血太过稀了 就凝固不了 好 突然间就脑出血 就说在几分钟之内 就说已经死亡了 那他太太就很认定 这件事应该是和疫苗有关系的 那好 血小板就很明显 就是和我们血液的凝固有关系 就是当我们的血管 或微思血管有什么破损的时候 就流血的话 那血小板 他就会在血液里面走出来 就会凝固成了 就会黏在一块 就顶住那些血管穿了的位置 阻止那些血流失 制止我们不断流血的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 其实呢 就说疫苗 或者过滤性病毒的感染 引起这个这样的血小板降低呢 其实我们一向都知道的 比如说麻疹的疫苗呢 我们知道呢 是有些机会呢 引起这个血小板过低的 那麻疹本身也都可以引起血小板过低的 那原理是什么呢 那我们呢 就相信 那原理呢 就是说 当一些过滤性病毒入侵了我们身体 或者疫苗呢 打了入我们的身体里面 那大家其实都知道了 打疫苗 真是无疑一个病毒感染而已嘛 那所以呢 两样东西呢 都有机会呢 刺激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本身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产生一些抗体去对付病毒本身 从而帮助我们呢 去之后抵抗病毒的 但是有些情况之下 不知道为什么了 那就 产生了一些株兑友的抗体 那这些株兑友的抗体呢 就不打病毒不得止 那就打回我们身体 比如说血小板这样 让我们血小板呢 大量消失 引起我们的血液呢 很难去凝固 很容易流血 那以这个麻疹疫苗来算吧 那我们估计呢 就大概每二万五千到三万个人呢 打了这个麻疹的疫苗呢 就会产生这些这样的 血小板过低现象的 大部分都是非常之轻微 还有暂时的 过一阵就没事了 很少真的会危险 或者死亡的 因为身体呢 产生抗体 去打自己的血小板 都要有一个过程的 那所以通常它产生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 就是打了针 比如十至十四日之后才产生的 那所以在这位医生的情况来说呢 那虽然说它打了针之后 没多久呢 就产生这个血小板降低的情况 那但是这个时间呢 就跟我们以前观察一些 打疫苗之后产生的时间呢 就好像有些分别了 因为它太过快了 那就是它太太说 它三天之后呢 就已经发觉呢 就周身呢 都有这些这样的红点 已经有血小板降低的现象 似乎呢 就太过快了 有什么情况会令到身体很快 就会血小板降低呢 某些药物呢 譬如说一些的抗药疾药 叫做Krinene 叫桂林呢 那这类这样的药呢 就是可以好 吃了之后呢 很短时间呢 就会产生血小板降低的现象的 那但是MRNA疫苗呢 无论是Pfizer 或者Mandana 里面肯定有没有桂林这些药在里面 那所以呢 这位医生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况呢 会不会是之前 他都有这些病呢 这件事呢 其实就不是太清楚 那都要等专家去查清楚 才知道呢 是不是真的跟疫苗有关系呢 那说到这里呢 有些就会想 哇 原来打这个麻疹针呢 就会有机会引起这个血小板降低的问题 哇 我就真的不要打了 或者不要让小朋友打这个麻疹的疫苗了 大家要知道呢 我刚才说过呢 就不是只疫苗本身会引起这类问题 天然感染麻疹本身呢 都可以引起这个问题的 应该可以说给大家知道呢 天然感染的麻疹呢 引起这个血小板降低的机会呢 要给你打针呢 就引起血小板降低的机会呢 就大了 如果你不选择不打针 天然感染了麻疹之后呢 血小板降低的机会更加大了 那所以呢 大家就千万不要这么想 其实呢 这些机会是不高的 就如果打了麻疹针 引起那些血小板降低呢 通常都是很轻微是没有问题的 那大家要分得清才行 那当然这件事情绝对是悲剧啦 一个很健康的人突然间这样过世呢 是对一个家庭呢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来的 那但是同一时间呢 大家也都不要忘记 在大家看这条片的这一刻呢 就千千万万的人呢 都是因为COVID死亡的 那些也是人命来的 死亡的人呢 每一个呢 都是他家庭很重要的成员 因为有些人都经常觉得 你医生当然是支持打疫苗啦 其实呢 我觉得如果可以不打疫苗的话 不打当然最好啦 药物的东西可以少用呢 什么时候都是少用是好事 只不过呢 新冠肺炎在全世界 已经造成太多的人命伤亡了 那我们现在除了疫苗 其实呢 真的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去处理这个世纪疫症的 那我们当然呢 就在新疫苗推出的时候 要特别要小心 它有机会引起的并发症 那但是大家呢 也都不要呢 就太过恐慌 那很多事情呢 其实呢 未必一定是因为疫苗引起的 那事实上呢 大家看看上一条片的流行 大家留言都知道 其实很多人打了疫苗 是完全没问题的 只不过呢 没事的话 就不会得到大家的注意 那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